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生的时间是1936年的10月9日 我们知道三大主力红军是36年的10月份在惠宁胜利会师的 10月10日要召开良欢大会 战士们的心情和老百姓的心情是非常高兴 10月9日这一天 魏宏主因为他是咱们惠宁城内 唯一为数不多几个会写字会识字的老百姓 然后他就去给红军战士帮忙 写标语 他带他三岁的小孩魏宇 小孩魏宇跟小红军战士混得比较熟了 他跟小红军战士在马路玩耍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飞机突然要轰炸惠宁县城 小红军急忙喊道 快躲开 第一级澳头炸弹了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颗炸弹落在了当街 小魏宇没有来得及跑 就在那一瞬间 小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 一阵硝烟过后 小魏宇得救了 而小红军战士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时闻讯而来的朱德总司令抱着小红军是气不成声 小红军战士用他最后的一口气说 朱老总 我不能跟您走了 朱德总司令说 他是我的四川小老乡 他只有16岁 他的父亲哥哥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 家里面就剩下他一个了 没想到他却倒在了惠宁的街头 千里的长征路他走出来了 敌人的枪林大雨他走出来了 雪山草地他也挺过来了 最后眼看着长征要胜利了 三军要会师了 他却倒在了惠宁的街头 哎呀 这故事听得特别感人 解说员讲的很多故事 我觉得唯细节能打动人 道理我们都知道 尤其今天的人 大家都不是过去的没文化的 工人农民和战士 大家大学生遍地都是 教育相当普及 所以讲道理会讲道理 滔滔不绝 然后四六劲 然后连成片的那种 甚至顺口溜说的加上段子那种 还有手机今天那么普及 所以大家对于所谓的道理 其实就那么回事 可是在整个长征途中 我们听到那些故事 尤其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事 历史上确切发生的事情 却以细节打动人 比方说这个小战士 为什么他死的时候 朱老总气不成声 因为背景是朱老总的老乡 两个哥哥都死在长征路上 这孩子刚十六岁 而且他死在三大主力 会师的这个时候 你说让人扼腕吗 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 九死一生千丹万贤都过来了 但是最后他还是个孩子 但是重要的是 这个孩子为了抢救另外一个孩子 而牺牲了 另外一个孩子是老乡家的孩子 由此可见 老百姓和红军之间的什么关系 什么叫血主交融 什么叫血浓于水 什么叫老百姓舍生忘死来帮助红军 那就是因为红军你真的把老百姓放在心上 而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行为 他并不是红军当中一个孤立的世界 他傻了他往那个炸弹那扑 不是 因为红军就是这样被教育的 人民群众就是你要保护的对象 紧紧的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 所以为人民服务 后来就变成了一句口号了 这口号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抽象 以至于谁都会讲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但是来真的就不来了 红军那个时候那小战士未必会讲很多道理 但是他已经把群众的利益是第一的 变做了自己的一种本能 正是因为这种本能 所以红军就保持了本色 有本能而本色 有本色 而无往而不胜 执政理念就以民为本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小人讲的好 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我的理解当中 或许这个小红军战士 他并不识字 大的道理 您说的大的道理 他不懂 因为他想着跟着他的父亲哥哥参加红军 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他们要做的就是为穷人打天下 这是他的信仰 所以当时贫苦人家的小孩受到危险的时候 他当时根本荣物的他有半点的思考 他会义无反顾的扑上去 这是信仰的力量 红军 共产党 那个时候的工农战士 真的是老百姓的贴心人 那为穷人打天下 让那些卑贱者 让那些欺苦者 让那些从来就没有尊严的人 让那些任人宰割的人 被随意屈辱的人 突然间有了做人的尊严 这太重要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 有些人 见了穷人躲着走 以炫富 我最有名 我最有钱 我最能 我官最大 然后居高临下 对老百姓 你红军那样对老百姓 所以就得到了老百姓的舍舍忘死的职员和拥护 现在有的人呢 把自己当成老大 那老百姓当然就编你的段子 老百姓当然就编排你 老百姓当然就恨你 老百姓当然就听你说的每句话都不入耳 老百姓不相信你们 还是当年中央红军 继承了他们的事业 所以这些贪官污吏 这帮的狼心狗肺的东西 招老百姓痛恨 那不是你讲的道理不好 他说 我相信今天有些人的贪官讲的道理 那讲的口才 并红军讲的好 那跟解说员似的 自证教员 是吧 都可以做美国国际卫视 司马白话节目主持人 但是不在于你说多少道德人意 而是在于你到底怎么做 所以红军当年做的那些事 老百姓说起来就难忘 正因为红军在惠宁这个地方 有那样一些舍生忘死的 帮助老百姓的事情 所以当地 老百姓才那么支援红军 你刚才讲的那种数字 我也觉得挺震撼的 当时会师的时候 咱们惠宁只有六万人 但是到达惠宁的 红军战士到了七万 惠宁人民为了支援革命 亲其所有 筹集粮食有五百亿万斤 生猪羊是2889头 布皮衣物是6830件 在这里我要告诉您的是 我们惠宁十年九旱 穷地 现在都是穷地 现在都穷得不得了 是国家贫困县吗 现在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贫困县都能贫困到国家级 当年那就更穷 但是帮助红军 但是听说帮助红军 老百姓一无反顾 因为当时红军要过河造船的时候 咱们惠宁骑身木材很少 但是要造船没有木板怎么办 老百姓就是把这样的门板 窗帘卸了 让红军战士去造船 有的老人甚至是把为自己准备好的 棺材板都这样了出来 我觉得这种精神 正因为您说的红军战士 义无反顾的帮助老百姓 那老百姓肯定也会去义无反顾的帮助红军战士 大家想一想 我老头 我这辈子就想的善终 我儿子孙子孝顺我 弄了一个棺材板放到那 我就等着有一天 我身腿瞪眼烤土白沫的时候 往那一放 我这辈子话句号 但是红军需要造船 我还不死了 不死是不可能的 该死还是要死 那我死的时候 我就不要那棺材了 在过去 中国人说死者为大 入土为安 那个几千年的观念那么重的时候 红军行为能够感动的 像我这样要死的老头 我拿出这样子 我告诉你 这比我冲上去 我给你钱 我给你物 我跟你说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改变几千年根深蒂固的观念 可见短短的时间里 红军的那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有多大 现在想起来真是了不起的事情 小人公年还讲了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我听了之后 我差点没眼泪掉下来 就红军主力会师的时候 开大会唱歌 那是红军长城途中 大概唯一的一次表演 带唯 不是 在冒功会师的时候 也表演在这 但是小规模的 这次大规模的 除了就跟新联系艺术团表演一样 但是新联系艺术团更多的 大家看一个形式感 非常精美 声音到位 那是今天了 当年的未必 有多么精准的艺术 但是那人发自内心的欢笑 那场面 那兄弟般的友谊 那种深情 我觉得跟今天是不一样 那时候人更朴实 会 这个野巴了以后 会餐 会餐的时候 小人你讲吧 那故事我听了一口 在 好生 好生 会餐的时候 朱德总司令 他听说 我们会宁的孩子 一年吃不上几顿好饭 他看到他碗里面 有一块红烧肉 老百姓吃不上好饭 但是红军战士来了 我要把家里面 最好的东西 做给你吃 他看到家里的碗里面 有一块红烧肉 他就把门口 玩耍的几个孩子叫进来 封给他们吃 他说孩子们 你们慢慢吃 好好吃 我相信等革命胜利了 你们会过上好的生活 你们会吃上好饭 当时这个故事也表明了 在这些 不管是普普通的红军战士 还是在红军领导人心目当中 老百姓是最重要的 他们所干的事业 就是为老百姓去干的 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就像1936年三军会师的时候 毛主席说的一句话 会名好地名 好地名 红军会师 百姓安宁 那是个八十年之后 这个愿望也成真了 你说这个故事 我想起来 这个建国多少年之后呢 周恩来总理回安 一看老乡还那么苦 周恩来流眼泪 所以 毛主席 朱老总 周总理 他们那一代人 那跟老百姓那种感情 特别深 因为他们就是从老百姓 他们的出身 贫固人家 他们的 毕生的信仰 就是去为这些老百姓 让老百姓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但是您说的建国后 终来回到山北 看到老百姓还过那样的生活 他肯定会很伤心的 老百姓过好日子 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对 老百姓过不上好日子 你自个过上好日子 那就不是共产党 这道理简单吗 对对简单 朱德当年就能过好日子 朱德在北伐战争当旅长 回来之后 李正我以前讲 李正还笑呢 朱德回来 过去他家穷 他回来以后 有钱 造大房子 盖大院子 那时候想娶几房老婆 娶几房老婆 但是朱德觉得不幸福 朱德那时候 就热爱文学 他办了个诗 设自己当社长 但是写诗并不能 并不能让自己那些伸出那种 国家一看国家的样子 国将不国 忧心如焚 所以 朱德呢 闹革命 找共产党 陈独秀那时候 说你军阀 加入什么共产党 不要 所以朱德跑到德国去 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介绍朱德入党 所以这样 从那一代人 他们那个曲折的经历当中 我们能够理解 共产党的这个说法呀 那种发自肺腑 流着泪的 那种质地有生的誓言 但后来呢 当然就变成另外一回事了 有的人可能就忘了这一切了 所以 习近平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不能忘初心 对不对 不忘初心 对 不能忘记 中国共产党建党时 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不管走的再多远的未来 再辉煌的未来 都不能忘记过去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今天呢 中国老百姓日子 过得比以前好多了 即使惠宁这样的国家 老百姓日子 也吃饱穿暖 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说家里有多少钱 那还一时谈不到 其实 惠宁老百姓追求更多的 就是 自己的孩子 都能够成才 出气 我觉得惠宁的孩子 好出气 是吗 现在你介绍一下 惠宁 就当代的 当代 比较出气的 有些什么样的人呢 惠宁当代 在咱们北京中关村 有个惠宁现象 有好多人 都是惠宁人 而且在咱们惠宁好多 就是 尤其咱们甘肃省 还有其他地方 惠宁当官的特别多 然后外面 做生意的也特别多 这样您说的 就是他们虽然 就是 不管是自己所学的 所从事的行业 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也能够为这边 不管是一个 经济的一个回馈 还是对 家乡父老的一个帮助 都能够起到一个 很大的帮助作用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现在司马白话 长长两万五千里 刚才讲的那段 我们画了个场景 来到这 大家看到一个戏台 这个戏台上面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这显然是现在的 现在的 但是里边有四条平 然后上面还有几个扇面 上面写着 龙镇雅关 这个龙就是甘肃的简称 咱们这是龙东 是吧 龙东 这是龙东的一个镇子 雅关 这四个字就表示说 在甘肃这个地方 文化精粹 文化传承 比较集中这个地方 你们来看 大概这个意思 对 过去是个戏台 现在后来变成红军演讲台 有什么故事 咱们看到这个戏台 其实它的历史也是比较久了 它明代红武二年建的 在当地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唱的是琴枪 老百姓 你会唱吗 我不会唱 唱一句 我真的不会唱琴枪 很可惜 这陕西很近 巴巴里秦川 那琴枪一喊 琴枪不是唱的 喊出来了 琴枪是吼的 吼冒烟了 吼冒烟了 就李珍 你知道怎么能唱琴枪吗 你要觉得琴枪唱不来 拿锥子扎屁股 拿开水往脚上扑 哎呀 那就喊起来 要这个唱 生死理解的喊 后来有老枪 划些老枪 划些老枪 那几个老头 这个唱吧 这个大概想一想 当时就是老百姓 因为当时的物质条件下 老百姓的精神来源 就是吃完饭 来到这里 尤其是在这边 并不是我们那个 当地的生物老百姓 生活不好 每天都能够看到 是到春秋两季 一个大的集会日子上 才能够到这里来看 到现在我们惠宁 那边有个桃花山 上面有个大月楼 每年的农历 6月19 你会看到老头老太太 那么高的山 拎个凳子 爬山 早上特别早上去 一直到晚上 这个交业戏 看完之后再下来 那几年特别辛苦 因为我觉得 这也是个遗憾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对这种文化传承 做的也不是太够 有意思 这个小人讲的有意思 就是这个戏台 是每天这戏台都在这 但可不是每天都唱戏 唱戏 那得请戏班子来 戏班子来 要花费的 所以通常的情况下是 村里边镇上 有钱才能搞这个公益活动 但更多的情况下是 谁家娶媳妇 甚至谁家办白事 要死人了 谁家呢 儿子做大官了 那造桥修路 家里边唱三天大戏 那呢 老百姓才有机会来看 所以呢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都很贫乏的时候 能看一台大戏 那是非常重要的享受 如果连看三天大戏 那就不得了了 这辈子都津津乐道 因此这个戏台呢 在隆东的老百姓心目当中 有神圣重要的地位 但是红军来了 情况变了 三五年的十月二日 毛主席中来 张文天带领的一方面军 来到了惠宁的隆西川 这个古月楼 它其实原来位于 隆西川的一个古月楼 当时毛主席中来 张文天的领导人 就是登此月楼 站在这里向下面的群众 宣传红军的政策 毛主席也是第二次 朗诵了他的旗里长征诗词 第一次是在 在这个绑罗政会议上 他在接见 这些红军干部团的时候 我们今天经过绑罗政 是吧 但是因为形成的问题 我们没有过去 我很想到绑罗政那地方 来看看毛主席朗诵 那个是个学校是吧 是个学校 在那学校 学校里面接见 红军代表的时候 朗诵了他的旗里长征诗词 你说红军那时候 要是带着 就像是李珍大哥在 把他拍下来 多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李珍你当时干嘛去了 那时候世界上还没有李珍 所以当时就没录像 但是大家想一想 毛主席朗诵的情形 那浓重的湖南话 毛主席那身打扮 毛主席在余都出来的时候 什么样 后来穿的衣服就什么样 后来在某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孙艺 感知了一部分灰色的服装 但是又经过八个月 又走两万三千里 衣服都破烂不开 所以想一想 毛主席在陕北 在这个甘肃 在惠宁这地方 穿的衣服什么样 穿那个衣服 然后头发那么长 但是那个时候 瘦削的脸上 深深的皱纹之间 毛主席 那时候目光 瞩目远方 坚定的目光 毛主席那时候 朗诵起 红军不怕远征乃 我特想去哪 今天没去成 但是呢 这个地方 毛主席 据小人 对 据小人 观的介绍 就是毛主席第二次 朗诵 这相当于毛主席登台表演 对对对 今天 今天要念诗不叫朗诵吗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你现在这样 你把毛主席 你现在的假想 你就是毛主席 然后呢 体会毛主席当时的 这种心理感觉 然后呢 你把毛主席的这首 七律长征诗 读给大家听听 现在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拿着手机正在看美国国际卫视的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呢 你在家 你就拿你们家的蹲步啊 使劲蹭你们家电视机 如果拿手机 你拿手拍一拍 现在欢迎我们的小人姑娘 为我们朗诵毛主席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请 谢谢 我读得不好 不用客气 好 来 你拿着 谢谢 谢谢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 直等闲 无岭 无岭威夷 藤细浪 乌门磅礴 走迷惘 金沙水拍云牙暖 大渡 大渡 乔恒 铁锁寒 更新闽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 静开 言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现在呢 我来朗诵毛主席这首诗 这首诗呢 因为特别重要 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 它是自然的描写的手法 但是作为浪漫的诗人的那种呢 浪漫主义的情怀 和整个长征途中所见到的景象 有些是腥风血雨 有些是刀剑寒光 但是在毛主席的笔下 那全都化作了优美的诗的形象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 直等闲 无岭为夷 藤细浪 乌蒙谈薄 走泥碗 金沙水拍 云雅暖 大渡乔横 铁索寒 更西民山 千里雪 三军过后 静开眼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司马白话 长征 两万五千里特别节目 我们在惠宁的这一段的录制 就告结束了 姑娘 谢谢你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希望你的职业呢 有更多的成就 也祝你生活幸福 问好你爸爸妈妈 谢谢谢谢 好 观众朋友 再见 司马白话 长征两万五千里 继续前进